诸葛亮未击 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 他的智慧一直被后人传送 可是你知道吗 诸葛亮的智慧是和他的学习分不开的 他为了读书还发生过一些有趣的故事呢 路漫漫 欺修远 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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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 欺什么 诸葛锦哪 你都背十遍了还记不住 五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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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五江上下而求索 对了 五江上下而求索 亮儿 你在哪儿啊 父亲 我在这儿 亮儿 你怎么会背啊 哥哥天天背 我早就记住了 你看看 你弟弟都会背了 你这学是怎么上的 父亲 我也要上学 我也要上学 你 弟弟这么聪明 就让他上学吧 父亲 就让我去吧 亮儿 你还太小 我和先生说了好几次了 可是 不 我要上学 让我抓住你 你往哪儿跑 这孩子挺好学的 他现在已经能背诵很多古诗了 不行不行 一百个不行 先生 亮儿虽小 可 他还是个乳羞未干的小孩 莫非要我帮你照看娃娃吧 可是亮儿非常好学啊 哎呀 爹爹 先生收下我了吗 哦 这 亮儿 不是为师不收你 只是你年纪太小了 清卫先生 您是按照年龄收弟子呢 还是按照聪明才智收弟子呢 呃 这 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如此出语不凡 好吧 为师就收下你了 哦 我可以上学了 我可以上学了 哦 哈哈 今天我们要讲一讲古人造字的知识 你们知道日为什么要这样写吗 那是因为古人看到太阳是圆的 于是就用这个符号代表太阳 哦 同样月字也是这样 现在我要问你们 为什么名字要这样写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 散学 先生 您先说完 名为什么要这样写吧 别着急 明天我会讲 你们也该回家吃饭了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 鱼公鱼山的故事 鱼公的家门口有两座大山 一座叫太行 一座叫王屋 这两座山挡住了路 于是鱼公决心把这两座山移走 为后代造福 山那么高 那么大 怎么可能移走呢 虽然不可能 但是鱼公就有办法 哦 什么办法 哦 什么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散学 先生 请您讲完吧 明天再讲 明天再讲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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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喽 弟弟 我们走吧 真讨厌 哎 弟弟 你要干什么 我要好好收拾这只讨厌的鸡 让他以后别再乱叫啦 咕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咕咕 我有办法了 走吧弟弟 快知道了 快 好 哥哥 等等我 真麻烦 来了来了 哥哥 你发什么愣啊 快走啊 弟弟 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是宝贝 我倒要看看什么宝贝 别 别 别 大米 弟弟 你拿米干什么呀 味鸡 味鸡 喂 等等我 紫月雪儿时昔枝 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五神不知而不韵 不亦君子乎 奇怪 这鸡怎么还不出来啊 难道我肚子饿早了 先生 我写完了 我也写完了 都写完了吗 都写完了 好 我现在开始讲 寻而不思则枉 思而不学则待 今天打呼机怎么不见了 是啊 真奇怪 原来是这样 嘘 啊 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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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 太太不像话了 散学 我要找你爹去 哭什么哭 姐 别再打弟弟了 敢戏耍先生 看我怎么教训你 别再打弟弟了 弟弟是因为他爱听先生讲课 是想让先生多上一会儿课再这样做的 绝不是戏耍先生 那只鸡一定要老师兄下课 所以我才把鸡藏在桌子底下的 别说了 对先生不尊重就是不对的 把另一只手伸出来 快点 父亲 按着手下留情 读书的孩子不能打呀 都怪为师一时不知你的用意错怪你了 有这样聪明好学的学生 为师高兴还来不及呢 又怎么能打呢 又怎么能打呢 好了 不哭了 你这么好学 为师以后多给你开小灶就是了 那公鸡又叫了呢 诸葛亮勤奋好学 终于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家政治家 为了父亲汉事 他鞠躬尽瘁死而后移 终于成为名垂史册的伟大人物 明镜需要您的费目 首fig的道理 没出现 正好看